月上云端 时刻分秒 请亲近 我之所以会想这个主题 原因是上人常常 云端年轻的时候拿出您的时钟 并且那一只小蚂蚁 所以我就结合这两个概念 一个就是时刻都要注意时间 二 像小蚂蚁一样 很精进攀爬须米山 所以就是时刻分秒 请亲近 大家好 我是美兰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高雄线上读书会的灵魂人物 吕美云老师 谈到了线上读书会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 不仅是出版了《月上云端》这本书 集结了很多精彩感人的故事 同时呢 我觉得他也是给自己 《月上云端》时刻分秒 请亲近的祝福 当年源于一念心 吕美云老师在退休之后呢 就从阅读电子读书会开始 到善用科技来进行线上的读书会 经过十年的时间 不仅是横迟当初的这一念心 现在每个星期的线上读书会呢 也发展成跨国 跨区 超过五百人的幕后工作团队 透过十种语言来进行口译 《月上云端》 传法水 是人才 而这样的善效应也让很多人的生命悄悄改变了 今天正元法师的幸福心法就跟您分享 这拼出来的美丽 而不是等出来的辉煌 美国的词亲总干事范胜中 他也是个牙医师 在飞机上他把他拿出来看 他一口气就看完他 看他不是因为他曲折离奇 而是他觉得非常的平易近人 从书里面他觉得草创时期里面 虽然很多人没跟上 但是从书里可以跟上 那现在更是年限全球 可以这样子的感动及时的一个分享 结果在这个当下他看着看着遇到乱流 乱流的时候他的眼睛就闭起来 结果闭起来你知道他想到的是什么 他的画面是每一次我在读书会里 带大家喊着各种口号 其中有一个口号 他觉得很适合我们团队 我们就是这样拼出来 只有拼出来的美丽 没有等出来的辉煌 这是我八周年 我每一次一周年我就写一个方向 要去努力的 所以他觉得我们就是这样一直拼搏一直拼搏 所以他即便很忙 是我们美国慈亲总干事 又是牙医师又是仁医会 可是他是我们顺口六团队 等到十周年后我就说 盛中老师很想念你一件事 但是现在跟你讲 我觉得你可以再加入跨国导读团队 结果他说好 而且他是英文的口语团队的窗口 所以我们真的很感动 那于是乎衍生这么多的善效应 包括呢 在美国的署警 他呢也写了两篇这样的善效应 他说他很认真的看这本书 看了两个礼拜 里面很多的重点 就是满满的一个感动 那这一些所有的善效应 是我们总编 他就说我们把书游的善效应 做成这样的版好不好 我们就说好 所以这些事情有很多事 都不是我想的 是他们主动出击 吕美云老师以他积极与热情 带动了很多人 一起来加入线上读书会 不管是分享者 还是幕后的工作团队 担任《月上云端》这本书籍 总编辑的许凯璇 也谈到了这样的善效应 以及其中的回馈 我是嘉义的许凯璇 也是《月上云端》这本书的总编辑 从出版到现在 有好多人给我们善效应 所谓的善效应 我们慈激的善效应 这就是别人读书 读者给我们的回馈 我把它分为两大类 就是慈激人跟非慈激人 在慈激人的方面 比如说我们嘉义慈激诊所的钥匙 郑淑兰 他今年承担了社区组队的干事 他告诉我说 他一开始接这个时候 他也很头大要办活动 他拿到这本书 他好开心 他说我要怎么样 才能选美云老师那样子领导团队呢 还有我们其他的慈激人 他说他看了我们的团队 往同一个方向 每一个人都在锻炼自己 所以告诉自己 也要精进 接下来呢 教育局的官员给我们的回馈 他说他看完之后 真的是大受感动 他觉得这世界上最厉害的教育家是上人 他说他们教学生 学生也没这么乖 为什么上人这样教我 然后我们一个团队就这样往前 冲冲冲冲冲冲 他说太神奇了 另外我要跟大家分享两则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 一位天主教中学 在宗教辅导室的老师 他只知道慈激 但他其实并不是很了解慈激 就是模模糊糊的概念 就他看完之后 他发简讯给我说 抄下里面的一些段落 还有故事 他说他要分享给他们教友 他看到乌克兰的难民 安娜西来到台湾 跟大家分享说 他在那个战乱的国家 慈激人是如何的帮助他们 到他可以站起来 与慈激人继续合作 再回去救他国家的人 那一个天主教的老师 好感动 他说他最喜欢圣经里面的一句话 耶稣说 你们服侍我最小的兄弟 就是在服侍我 他所谓最小的那个兄弟 其实讲的都是社会里面最底层 最需要帮助最弱势的人 他认为慈激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非常感动 他认为以他一个基督徒的身份 他认为这是一个培育每一位菩萨 走到人们面前 帮助小兄弟的很好的故事 另外是一位整个家族都是基督徒 记得十多年前我与他认识的时候 他说你为什么选择慈激 你为什么在慈激工作 他对慈激当时是很负面的想法 可是当时我也只是慈激的一个员工 然后住在慈激医院的宿舍里面 那我自己本身都不是真的是一个慈激的委员 我即便是想要争辩些什么 我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 但十几年后我自己已经身为委员了 我送他这本书 他看完之后 他非常的感动 我都已经不用再讲什么了 他说你们做了这么多事情 原来慈激人这么的有爱心 他感动到他又自己买了五本 要去送其他的教友 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的铁粉 我八十岁的公公 他行动不便 已经失智了 书出版没几天 我说 爸爸这本书送你 不好意思 我最近少没时间跟你开工 他看得很开心 过了几天 他跟我说凯旋来 你来 爸爸跟你说 我以为他要问我里面的东西 结果他是拉着我说 你看看 这上面 我有找到你的名字哦 他就一页一页找我的名字 好像在献保一样说 你看你的名字 我躺下真的很感动 因为我公公他已经忘记他儿子女儿孙子的名字了 但是他就一直记得媳妇是什么名字 以上跟大家分享 韩温馨给你公公还记得你 他是嘉义诊所蔡任碧他们家的师姐 我就觉得我命真的很好 就上了您派功课的时候 他刚进来我们团队不到两个月 可是我就一个感觉 这件事就他了 然后他说 我刚进来你敢吗 我说我敢 他说你敢我就敢 所以他就接下总编辑了 所以我命很好找对人 很好命找对人 这个也是我观察到旅美云老师在带领团队时 他除了有源源不绝的创意之外呢 还有啊就是有慧眼释珠的本事 不仅是不断地给人机会 也激发了很多人的潜能 我是杨慧莹 上个人是我的法号是绿莹 那这本书出来的时候呢 婆婆她其实她有白内障的 看东西是模糊的 可是她说温馨不重难得 可以出书 她就说那这本书我要多买几本 我自己看我也来送别人 那就是用这样的行动来支持我 那那个我儿子 儿子其实现在在念研究所 他其实都在北部读书 那偶尔才会回来 那他有时候也会跟着我去参加线上读书会 他平常是看到线上读书会现场的样子 然后呢他看到这本书才说 天哪原来这样的团队运作居然需要五百多个人 他觉得这个众志诚诚的力量真的是太惊人了 更让他觉得很吃惊的是 这个韩馨的妈妈居然可以写书 这个斜杠人生 那妈妈平常都在家里烧饭煮菜 那居然可以来写一本书 他也觉得好荣幸 妈妈可以做到这样 所以他也要更努力 我本身是人文真善美 另外一个伙伴 明清雄师兄呢 他说这本书很适合给文字之工来学习 看怎么写文章 怎么去编排做架构 所以呢 可以精进到出一本书也是很不错 觉得给大家一个很大的激励的力量 那下一个呢 就是黄敬美师姐 也是真善美志工 她是拍照的 那她的妈妈九十多岁 她妈妈很喜欢读书 其实是喜欢跟着女儿同进同出 社区读书会她常会跟 即使晚上她也要跟 因为她想要跟着女儿 跟着大家 跟着师兄姐 因为大家都很亲切 都叫她妈妈长阿嬷短 她就觉得好开心 在前阵子入住安宁病房 静梅师姐一直觉得妈妈的巴士甜蜜 她希望给她种一个爱读书的因子 所以呢 她就用妈妈的名字 就酷持了这本书 她说如果可以用妈妈的名字来执服 或许她下辈子就会更快衔接上持记 她也很感恩静思堂长照据点 让长辈可以周周来 到现在都一直在持续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 每个长者都是神采奕奕 所以我们真的很感动 就是团队她其实读书文法以后 真的法入心 其实有法入心 一路走来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三效应 让我们知道来自全球书友 还有团队的感动 所以每周每周 我们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因为有忠志成正的心 才能够有说不完的故事 所以正言法师也赞叹 高雄线上读书会不仅是把法传出去 也把人带进来了 个个是人才 精华艺很开心 你们的月上云端 这也是大家的心水 心的脆 精神爱的能量 应该是日日足迹 每一句都是好话 每一段的应该都是好典范 你们做到了 写到了 真的很美 应该就是彼此赞叹 这种真诚的心 很美妙的花 你们所说的书夫 都能立心 不只是你的心 还是很感恩 因为你把人间花 扑出去 最重要的 要把人带进来 师父 给你感恩 人人都是才女 人人都很有才华 美人 人很会带 他活泼 但是不离谱 他很有福 因为后面有一位 很好的护法 总是 还是要 好好地 划入行 传入家 划传入家 才能 扑出人间 如果没有自己的家 如果没有顾好 说要去顾外面 这样 师父也 不安心 所以 安家 安人间 所以从而言之 很感恩各位菩萨 爱的能量 在付出 不断的 不断的 生长 师父过去说 一五五五 我情人 解情人 期待呢 人人 也心中 有这样的 潜水 不断的 智慧涌出 如何来 照顾人间 心不肯 有狭 不要偏 不要偏 活法 一定要 正法 传人间 不免国 如何求功 自己都用功 真正的成就 对人间有用 这叫做德 这就是德 所以 德价 德价 你要成功德 你要做的 让人间有所德 真正的成就自己的功德 你要多用心路人情 让人人有心得 净化人间 这就是 我们来人间的一代书因缘 我们来人间的一代书因缘 这样 您听到吗 所以请 全球慈祭人 都能听懂 师父的话 那也期待 您 夏出气 简单的 把它铺上去 文字铺出气 让人人独师会的一群菩萨 还要发挥呢 路人群的 这个潜水 担水啦 要不断出来 那 沦湿在心肝 让大地呢 有樱眼不善种子 搭搏搏的土地 你就是种子断下去 也会空壳掉 还是呢 要有一路 滋润大地 不善种子 所以您要给 大家人 心地 保护 祝福大家 感恩 正言法师说 得者得也 有得的人 获得智慧与法喜 期待每一位 要多用心 助人群 当一位 绝景人 以源源不绝的泉水 来滋润大地 当然最重要的 就是要把心 照顾好 所以 传法脉 蓄人才 是吕美云老师 带人的心法 因为他知道 一个人走得快 但是 一群人 才走得远 月上云端 高雄线上读书会 十年有成 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来分享 他们是如何在 活泼中 有法度 让个个是 人才呢 我是美兰 正言法师的 幸福心法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